听到民众专程从石定甚至领口过来参加 让立法院高嘉瑜相当感动 七夕情人节当天 高嘉瑜特别在内湖瑞光路旁 发送限量玫瑰花 希望祝福大家不管有没有情人都能幸福快乐 除了送上玫瑰花 高嘉瑜还在宣传膳上签名 并一一与民众合照 让支持者开心的直说 这样的活动很不错 不错的活动 因为今天刚好是情人节 让大家有一个过节气氛 单身的过一个气氛 对 委员人还蛮亲切的 七夕整天都在跑行程为选民服务 以争取联络为目标的高嘉瑜 也大方公开自己的择偶条件 我觉得真有条件这些都是 就是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敏感 就是说有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吧 那我觉得老天爷自有安排 所以也不一定什么样是对自己最好 但是我觉得能够遇到投机 或是能够互相陪伴相处的人 我想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时候两个人相处 也是一个课题 也是需要学习 借着送花活动宣传新成立的LINE官方账号 高嘉瑜表示 不管是全国议题还是地方建设 只要是民众关切的 他都会努力争取改善实现 很多我的支持者 其实都是来自全台湾各地 那很多人特别 今天不管是从领口桃园 或是其他外县市来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因为其实对我们而言 我们能够服务的不仅是我们内湖在地的民众 或是南港在地的民众 更重要是立法委员其实是全国性的 所以其实对于全国的民众 其实公共性的议题都是我们关心的 不管是过去的食品质 或燃料费水油征收 汽车的高关税等等的这些问题 我想都是关系到每个人 所以这不限定说是南港内湖 但是在地方上的建设 我们也争取了非常多 不管是捷运东湖段的核定 或者是南港的这个住宿型的厂照 等等的这些南港隧道 或者是系东线等等 我想都是对交通对地方建设非常有帮助 而针对媒体最新的民调结果 高嘉瑜回应表示会努力到最后一刻 为民进党保住港湖区这重要的一席 对于支持者来讲 其实大家最在乎的是 如果赖清德能够当选总统 那民进党能不能在立法院 能够有一定的席次 包括是不是能够国会过班等等 那内湖南港都会是关键的一席 所以我觉得对于 所有不管是支持民进党 或支持赖清德的民众而言 这点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会努力的 把基本盘能够雇注 那扩大我们的中间选票 去朝胜选的目标 我相信对于赖清德 对党中央也都是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无论如何民进党在内湖南港 就是只有提名一席高嘉瑜 那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为民进党在这里 能够拼下胜选的一席 高嘉瑜强调 不管外界如何变化 他都会扎稳脚步持续努力 相信民众会看到他的努力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都会扎稳脚步持续努力